在台湾娱乐圈,张小燕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被誉为是台湾的综艺教母。 在综艺界与张飞、胡瓜和吴宗宪被合称为三王一后,张小燕五岁出道拍戏演舞台剧, 然后从主持儿童节目逐步磨练功力,打造一个又一个经典节目,她能演、能舞、能主持。 六度获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也是金钟事后,除了歌艺欠佳,几乎是全能艺人,更是电视圈永远的大姐大。 1948年8月11日,张小燕在上海出生,父亲是袁锦,隔年中华民国政府前台,张小燕跟随父母搬来台湾。 五岁出道,在电影《圣女妈祖传》演出妈祖童年,张小燕成为人气童心,政府连欢活动常能看见她表演舞蹈的身影,展现大将之风。 张小燕加入中央电影公司,演出电影《归来》《苦女寻星记》及《天伦类》,1958年起连续三届拿下亚洲影展,现亚太影展最佳童心奖。 不仅是台湾电影首度在亚洲影展得奖,也开创个人童心生涯辉煌成就。 张小燕也参与不少舞台剧,主持生涯从儿童节目开始,学习如何吸引小朋友目光, 磨练主持功力,负责台视儿童世界的小燕姐姐说故事单元,深受小朋友喜爱。 综艺100播出五年,叫好又叫做连年征战金钟奖,不仅获第15、17、19届金钟奖综艺节目奖, 也让张小燕三度夺得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综艺100奠定张小燕的主持地位,更打造华世综艺王国辉煌时代。 张小燕也是1980、90年代三金御用主持人,在光芒的背后,张小燕的人生道路却十分坎坷, 谈起她的婚姻事,更是让人动容。 张小燕在32岁时嫁给了富豪贝正坤,婚后还生下了女儿贝宜农, 但因价值观的差异,婚后二人有很多摩擦,婚姻仅仅为之六年就宣告失败了。 六年后,张小燕与风华唱片创办人彭国华结婚,婚后十分甜蜜,本以为能够共度余生。 可谁料,彭国华却查出患有肝癌。 终年47岁,临终时,彭国华最亲的父母、最爱的老婆与兄弟姐妹都伴随在侧, 陪她走完最后的人生路。 在彭国华生命最后的时刻,张小燕没有嚎啕大哭,只是安静掉着泪,紧握着彭国华的手, 低下头贴近彭国华的耳旁哽咽地说,你安心地走,到一个没有折磨,没有病痛的地方。 张小燕目睹彭国华饱受病魔折磨的过程,最后终于接受事实,也做好心理准备, 不管再怎么心痛,再怎么不舍,都必须放手,放她走,这样对彭国华来说才是真正的解脱。 其实,就在彭国华查出肝癌后,张小燕擦干眼泪,打起精神,不敢惊动彭国华年过八十的母亲, 陪伴彭国华接受台大内科部主任医师许金川的治疗,将X光片带到日本给医生诊断听起建议。 动了第一次手术后,彭国华的病情还算稳定,没想到三个月后,彭国华肝癌复发,再次住进台大医院二度手术。 直到彭国华病情转重,张小燕以身体不术为由,向超级星期天无限期请假,自此以医院为家, 给予彭国华寸步不离的照料与陪伴。 后来,彭国华返家养病,却在三周后,因癌细胞转移导致出血,再度入院。 彭国华与张小燕婚后感情很好,作风都相当低调的两人, 鲜少对外曝光他们婚姻生活的点滴,但身边人都可以看出他们的深情, 他们的相互支持。 不管张小燕有没有拿到金钟奖,彭国华一定在旁边陪伴她, 尽管张小燕的事业如日中天,但她还是坚持家庭第一,工作第二。 张小燕曾为费翔拍摄音乐MVC时, 曾交代管家不要让彭国华前来探班, 没想到拍摄将近结束时,彭国华还是现身盆内接张小燕回家。 为了这份今生相守的誓约,在彭国华生病的几个月里, 张小燕坚持在彭国华的病榻前不离不弃, 为的就是向天多争取一点彼此相守的时间, 将两人此生的遗憾降到最低。 可惜的是,彭国华最终还是没能战胜病魔, 于2001年7月29日病逝, 子弟兵补学量为超级星期天在新加坡出外景, 黄子奖为SUPE2LIVE3-5在南港主持桃子则在高雄。 他们虽然难过,却不敢停止手边的工作, 因为他们知道,以张小燕的个性,绝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 彭国华与张小燕一样都具有狮子做不服输的个性, 也是个工作狂。 虽然和张小燕结婚后,在张小燕的照顾下, 生活作息比较正常,但因为长期的操劳过度, 最终英年早逝,这对与她间谍情深的张小燕而言, 无疑是人生的一大打击。 经纪人严明依表示, 大家都很懂事, 以努力工作来表达对小燕姐的关心。 平时,他们不敢去打扰小燕姐, 想念她的时候,会以手机简讯的方式表达关心。 最坏的状况发生了, 他们也只是打电话给我表示对小燕姐的关心。 除此,一律建议努力工作低调回应, 张小燕曾录影说,人要圣命, 只要是懂得算命的人看过我的命盘, 都会说我很苦命, 但我不觉得, 我一辈子都在做我很开心的工作, 只有婚姻要用四个字来说, 就是生离死别, 但我觉得我是女人, 能经历这些, 人生很丰富, 我坦然接受。 彭国华病逝多年, 张小燕至今仍常想到她, 她现在居住的地方是彭国华生前买给她的, 她说这是她送给我最好的礼物, 原来, 他们本来住在异粹山庄, 彭国华担心自己去世后, 张小燕一个人住在山上孤独, 生前就帮她在山下比较热闹的地方买好房子, 后来, 彭国华病到不能说话时, 还写在白板上告诉朋友, 我是个很糊涂的人, 提醒朋友帮忙照顾她, 对电视圈充满热情, 自认没想过退休的她, 在2001年因深受彭国华病逝打击而卸下主持棒, 一走就是两年, 直到2004年张小燕才重回主持圈, 没想到隔年父亲辞世, 让她再度赞别荧幕, 隔了三年她才回华市主持除夕节目, 还好工作慰藉了她, 她曾说, 我爱看电视, 爱做电视, 谢谢观众打开电视, 让我到你家客厅, 忍受我的过灶, 我希望你们每个阶段都有我, 据了解, 张小燕有个女儿, 因为妈妈在台湾的名气太大, 16岁时就到加拿大求协, 鲜少曝光, 如今也在加拿大定居, 虽然过去有养儿防老的说法, 老年人帮儿女带孙子, 一家三代同堂, 好像这样就是幸福, 但这类观念已经渐渐改变, 张小燕就觉得, 不能把幸福晚年寄托在儿女身上, 而是要根据自身的条件, 能力, 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 张小燕也不想和女儿一起生活, 只希望彼此都能照顾好自己, 她说不要自作多情地去惦念别人, 从而加重感情的负担, 她十分注重健康, 就是为了不让身在一国的女儿担心, 少给子女添麻烦, 就是贡献, 74岁的张小燕, 自从在2018年结束小燕有约后就淡出荧幕, 偶尔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近况的她, 最近一次出现在荧幕前, 是在2022年8月, 她到黄子脚家中探望她的爱与黄玉米, 当时张小燕的气色相当好, 怎料, 过了一个月却传出她的身体出状况, 原定9月22日要出席聂云的音乐剧, 张小燕却突然表示因身体不适临时取消, 当时据三里新闻网报道, 张小燕因有气喘素疾, 每到换句时身体就会不舒服, 坦言很辛苦, 她解释, 近来刚好是夏秋季节的转换期, 她秋可厉害, 口罩戴太久会传, 只好忍痛缺席聂云的音乐剧, 这也引来了不少粉丝的担心, 不过她最近又悄悄现身了, 近日, 前主播刘山林从香港返台, 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 找了好友一起聚餐叙旧, 而晒出的照片中, 竟有张小燕, 音乐教父李宗慎以及尹乃精, 照片中的张小燕满脸活力, 开心地对着镜头比耶, 相当有招季, 看起来身体并无大碍了, 刘山林也透露, 前些时候身体威扬的小燕姐, 今天看起来神采奕奕, 可见张小燕身体恢复得不错, 其实张小燕也是出身名门, 她的祖父是清朝水师提督黄一生, 外公是张爱玲的舅舅, 而张爱玲是李鸿章的外尊孙女, 1953年, 五岁的张小燕就开始演戏, 1966年, 张小燕从进修女中高中部毕业后继续演戏, 由于受到其同心形象的限制, 她总是演配角, 后来, 她离开台式, 跳槽至华视, 主导华视综艺节目长达30年, 1980年代, 张小燕以综艺节目综艺100连续5年 入围电视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于1980年第15届金钟奖, 1982年第17届金钟奖, 以及1983年第18届金钟奖三度获得该奖项, 创下个人首次二连霸的记录, 并且在第17届金钟奖以今夜摘星去, 同时获得戏剧节目女主角奖, 夺下该年度双料大奖。 张小燕成功的背后, 有赖于警官父亲张真的支持与唱片公司老板, 也是她老公彭国华的欣赏和赞美, 再加上她不服输的个性和对演艺圈的兴趣, 造就了她至今综艺大姐大的地位屹立不摇。 在演艺圈地位举足轻重的张小燕, 对提携后辈也不一一力, 子弟兵包括黄子角和补学亮等人 都有亮眼的成绩。 黄子角曾说, 她对自己的要求永远比大家对她还高, 看的资料比人多, 尺度比谁管控的都严, 不学亮每当对新工作有迟疑, 也会先请示张小燕, 她的话对我来说就是甚至, 听她的话不会走很多冤枉路, 因为她看得多听得多, 所以让人信赖。 张小燕近年来淡出演艺圈, 过着半退休的日子, 也祝愿她身体健康, 事事顺心。 那顺心! 牵着沿 guest